社交媒体早前流传出两段视频 显示一群男子在巴胜安达拉斯中学门口 骑电单车叫嚣挑衅 甚至公然燃放鞭炮 行径非常嚣张 这批人甚至公开展示一个写着24核TD4 以及黑色纳税标记布条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卡利·阿布巴卡 今天发表推文表示 警方根据有关视频逮捕了18名男子 其中13人是在籍中学生 这批来自巴胜四所中学的学生 涉及二次党活动